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有理寵愛 我叫SamSam 你看我SamSam這麼酷 其實我都喜歡認識新朋友 最近我認識了一個美女 她弱質纖纖 還試過因為營養不良 連站都站不穩 不過幸好人間有情 遇到一個好主人 Hello 我叫咕咚 今年三歲 大家都說我有對鳳眼 是古代美人 不過我天生的體質比較差 所以第一任主人 就是因為這樣而嫌棄我 幸好被我遇到她 她選擇不要咕咚 是因為小時候 已經膝蓋而為 日後有很多手術 身體也未必那麼好 那時候主人不要咕咚 選擇選了咕咚給我靈養 做手術的過程 經常抱她 陪她睡 又怕她移位 不讓她亂動 但是小狗不會不動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去看著她 是一個很大的承擔 做了手術 三次手術完成了 看到她有空 都覺得很開心 我選擇去照顧她 她的一生就是我們照顧她 變成我們都當她是親人 無論好不好 我們都會在她身邊照顧她 其實小狗只能看到兩隻顏色 如果在人類的標準來說 小狗是色蠻的 所以要令她們的世界充滿色彩 就要靠大家的努力 好好去寵愛你們的小狗 如果大家想表達你和寵物的故事 就要參加寵物四格故事比賽 以四格漫畫或上篇形式 帶出做個盡貼寵物主人 寵物靈藥或寵物著作的訊息 只要將作品 上載到比賽活動專業 而且報名表達就可以了